睫毛根部明显看得到许多的分泌物 有点像眼屎也像头皮屑 用显微镜看不得了 竟然是两种寄生虫 一种叫做毛囊如形蛮虫 寄生在毛囊里 另一种是皮脂如形蛮虫 身在剪板线和皮脂线周围 两种都属于无害的寄生虫 大部分的人还可以和虫和平共处 但台中一名家庭主妇 眼睛长期又红又痒肝眼症 每天都得戴墨镜遮丑 宠虫危机困扰了两年多 显微镜确诊之后 使用茶树精油跟蚊服治疗两周后 病人的症状有明显的改善 寄生虫在睫毛周围活动 听起来很恶心 技师指出部分油性肤植 或是免疫力较低的人 会明显感受到寄生虫的威力 导致毛囊肿大发炎 皮屑聚集 睫毛容易脱落 越来越稀疏 究竟这些蛮虫从何而来 常见的来源 可能是比如说盖了被子 家具杀美蛮虫 它爬一爬 爬到身上以后 就寄生在毛根里面 一些化妆品 那化妆品如果用了很久的话 实际上它是有可能会污染的 比如说我们这刷子 你刷子可能就被蛮虫污染 女性爱美想让眼睛炯炯有神 少不了眼影睫毛膏 或是假睫毛 化妆用品不干净 或是眼妆卸得不彻底 蛮虫趁虚而入 当心宠宠危机 恶性循环 记者文宏 张道勇 综合报道